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本席側面的了解少年可能在昨天的情况是跟女朋友吵架 所以说他的这个情绪失控 移送少年话题 移送少年话题 所以其实我知道针对这样的案件 你们不管是新闻处也好还是市府也好 会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扩大 但它是凸显了一个问题 是未成年驾车的这件事情 根据这个本席教育资料 截至今年的9月 陶渊市未成年的少年无照驾驶 达到1617件 111年到112年都有2400多件 那所以呢我想询问局长针对这样的事情 你有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应 其他救资法面这一个部分 会持续来压进自己 但是我想少年很多是在学校 那这个也要透过学校端 没有错在教育的部分着手 因为就本席側面的了解 少年可能在昨天的情况是跟女朋友吵架 所以说他的这个情绪失控 那而且昨天的这个环境 他不是在大马路上 他是在停车场 所以如果有个万一 然后他是高速去撞上这个柱子 所以说如果有个万一 周边如果有人在行走 还是有小朋友在周边的话 其实非常危险的 包含我们警察同任的安全 也都是会受到很大的威胁 所以在这边副市长 本席希望这个案件 我们以此为做一个案例 跟教育局方面我们还是要加长了解孩子 他们身心灵的一个状况 是不是健康等等的 然后跟警察机关相关来配合好不好